湯家驊議員 這幾個修正案都蠻嚇人的 譬如其中一個就是郭偉強議員 和張國柱議員的修正案 加上其中的細分的建議 竟然去到31段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紀錄 主席,其實我們討論的 其實是否真的去到這麼多 這麼細緻、這麼細分的建議 其實我覺得未必是 其實講來講去 我覺得只有三個方面我們要留意 但在這三個方面裏面 我覺得我們整體的立法會的看法 或者方向 都有一個爭議性 主席,剛才我留意到很多同事 提出一些說法 譬如有些人 有些同事 他說這些部分的建議 即那三十幾個的建議 是否 年輕人的糖衣毒藥 幫助年輕人 其實是否派糖 也有說到 年輕人其實不是弱勢社群 為甚麼需要幫助他們 當然也有其他的同事 拿出一些數字出來 說 你又欠了政府多少億 又多少億 又追不回 幫他等於害他 其實主席 其中一個我們需要討論的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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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年青人 只是社會對於 將來 作出一個投資 社會將來會否成功 發展會如何 我們可否進一步變為一個民主尊重社會公義的社會呢 其實很大部份是會看我們現在這一代對於未來的投資願意付出多少 當然主席我絕對同意好像剛才陳志全議員所說 如果我們一毛錢都不拿出來 會不會是我們的年青人完全不能生存呢 或者是沒有人可以有個人的成就呢 我相信是不會的主席 但如果我們對社會的將來有所投資的話 我相信香港的前途會比你不投資更加明朗 更加有希望 所以我覺得在立場上我不認同 剛才很多同事說 說年青人不是弱勢社群 為什麼要派堂給他 或者是你幫他等於害他 其實等到政府損失很多公帑 我不認同這些說法 主席在我們 如果將我們說的三十幾段四十幾段 其實虛無全清 剩下來可能只是一個三個方向 第一就是怎樣裝備我們的年青人 令到他進入社會的時候 盡快對社會有所貢獻 第二就是我們可不可以幫他 在進入社會的圖中 容易找到出路 令到他可以盡快 在社會有所貢獻 第三當然就是當他進入社會之後 他有貢獻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盡量利用他 將他的精力 專注於貢獻社會 而是不去優 排優米 優有沒有錢開飯 優有沒有地方睡 優結到睡 所以從這三個角度看 其實絕大部分我們同事所提出的 三十幾段四十幾段的 細緻的建議我覺得 無所謂 當然如果有同事說 查了這樣查了那樣 我又覺得 太過缺絕了 我想特別說說 怎樣裝備我們的年青人 我是非常認同 剛才有幾位同事的發言 包括他們葉建議員 剛才的發言 就是我們的大學入學率實在是低得可憐 這個對於我們將來社會的發展 是會有很大的負面的影響 我們可能即時 感覺不到 察覺不到 這個退步 但是十年二十年之後 我們肯定會察覺得到 所以我們的大學 我們很多我們的兒女 我自己本身的兒女 都是新秀其害主席 因為當你香港的學生 雖然他有入學資格 但他進不了大學 當然家境好的可以去外國 家境不好的等於他就不能讀大學 但去了外國的時候 他們可能有機會是不回來的主席 我不知道其他高官可能都有這樣的經驗 認識了一個外國的女生 或者認識了一個外國的男生 結婚就不回來 我們在他身上投資了幾百萬 結果就是虧本貨 虧了給別的社會 我們這個社會 是需要更多有質素 有學識的年輕人 政府在這方面不下功夫 用一個短視的政策 寧願收人民幣 都不會培養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在一個絕對失敗的政策 如果這件事不矯盡的話 主席我們說三十幾個 四十幾段都是沒有用的 謝謝主席 請 virtuous 三十幾個